我是來自單親家庭的高中生 媽媽每天都忙於工作 只要收到媽媽的簡訊 就代表今天要自己吃飯了 我們要去吃飯 我們要吃飯 好多吃飯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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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回來了 那你吃過晚餐了嗎 吃過了 那你今天學校怎麼樣 等一下 等一下 你收怎麼了 沒事了媽媽 不然撞到你 都幾歲了要自己照顧好自己 不要擔心了媽 真的沒事 對了我們學校有肯情味 對 你要來嗎 五十六啊 五十五啊 看一下 馬上可以耶 如果沒有加班的話 好 你好 這邊請喔 肯定在馬上就要開始了 這邊請 今天是其樂的媽媽 這邊要馬上就要開始了喔 這邊請 那不 那不是那個嗎 張啟樂的媽媽嗎 對啊對啊 我兒子說他看的話 他跟主任總超近的 真假啊 那他怎麼還有臉來這裡啊 對啊我想說他應該去跟主任約會 怎麼會來個肯情會呢 好 欸 張啟樂 聽說你媽媽直接跟別人男人混啊 對 很扯我今天看到他媽跟別人男人在外面搞 哼 媽媽就是看不出來你媽那麼表 你們在幹嘛啊 想對我兒子做什麼 不要理他們啦 我們快走 我們快走 他們是誰啊 你為什麼被欺負都不說 上次傷口是不是就這樣來的 不用你管啊 你媽是只有你這顆小孩而已耶 那我要怎麼保護你 不用你擊破 齊瑞 我跟他講嗎 可是他已經夠忙了耶 唉算了還是算了 你在學校被欺負都是一萬元嗎 如果我沒有發覺 你是不是就是一直在默默承受 我說有什麼用 起碼我們可以一起解決啊 我被人講是因為 你工作已經夠忙了 我不想你為我操心 而且 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 很多事 我自己處理就可以了 我不想成為你生活上的負擔 我知道了 我知道你不想說 是會怕我擔心 但齊瑞 我也只有你一個小孩啊 你可以再多依賴我一點沒關係的 嗯 你是不是肚子餓了 我們一起回家吃飯 那 我想吃你吃的糖最理解 走我們回家 也許 對許多人來說 不說 也是一種孝順 好 好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